首先来看一下这个现场很多人做的决定就已经是很不一样了 我们现在年轻人到底在想什么台湾的教育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首先来看是PTT上面非常红的这一张图 大家在说台湾到底现在教育出了什么问题 这一张图说是可以瞄懂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有没有一样的感觉 这是在欧美的教育是说从学前小学国中跟高中大学 可能有生活管理的体验 那么有环境探索的教育 有梦想的找寻 国中在梦想找寻高中在生涯抉择 那么到大学是实物能力的培养 我们台湾从学前到高中很简单 就四个字读书考试结束 赶快度过练考赶快升学就这样 到大学干嘛了就一堆事情挤在大学做 读书考试生活管理环境探索梦想找寻 生涯抉择实物能力培养 意思就是说人家花了这么长时间在做的事情 我们全部集中在这边 还少了一个就是不断的谈恋爱 大学就有很多恋爱学分 我想先问一下我们现场来宾 因为很多人在美国也有上学 还有包括小孩子有上学的一些经验 我想先问大家 你们觉得美国的教育体制 欧美的教育体制 真的有这么理想化吗 Yes or no 适合台湾吗 请举牌 欧美的教育体制适合台湾吗 看起来好像蛮不错的 OK 居然没有人说适合 三票反对 两位一半一半 直接先问我反对的莫凯哥 我讲一个小故事 我一个美国好朋友 都是美国人两个小孩子 他们全家出去玩 就是我们的旅游车 出去玩之后 父母就睡旅游车 然后跟孩子讲 两个男生睡外面 还跟警告他们 没事 不要来敲门 那他跟我讲这个故事 那一天早上 一直来敲门 什么事 把啊 把啊 我们的帐篷被吹走了 我们追不到 你要开车 带着我们去追 对我东方人来讲 听美国人讲这种故事 可是在美国人 这是稀疏平常的事 东方人我都觉得 那好可怜 这是什么世界 可是在美国 你讲这种事情 是大家觉得 对啊 没什么 如果正到这样的话 可能就粘在这个旁边 然后可能一小时看一下 人还在吗 没有什么需要的 还缺什么 至少我们会四个人 挤在那个露营车里面 那其实重点是 在美国这种 整个的资源这么丰富 他们的文化价值 其实是爱拼就会赢 我们也是啊 爱拼这么赢啊 对啊 对啊 那所以他们的教育 其实是在服务 这样的价值观的 因为他的资源非常丰富 台湾的爱拼这么赢 是一种非常竞争的思维 在美国的爱拼这么赢 是一个我跟我自己竞争 因为他资源太丰富了嘛 你只要愿意去做 就有了嘛 那我想 所以他们不太 简单来讲 就是学校就是说 让你很独立的 一直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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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会说 不适合台湾是因为 你去了解美国这样的文化 把它内化成为台湾之后 它应该要长成台湾的样子 就两个其实不太一样 你刚刚讲的 同样是在拼啦 我们是跟同财竞争压力很大啦 因为资源不足嘛 他们是自己跟自己竞争 对啊 我们资源很有限啦 是 好 理解了 静田 我想说的是 因为其实在我这一代的教育里面 我就是就我 嗯 好 不好意思 OK 好 就是在我这一代的教育里面 其实我从国小到大学的时间 其实我觉得学校老师 是还蛮在意我们的自我探索 跟职业规划这方面的 甚至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高中的时候 我们学校老师要我们写给自己未来五年的一封明信片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大家就写下了自己未来的目标规划 那这个明信片后来就是在我大学毕业之后 考完受益师国考的时候我就收到了这则明信片 然后就完全相符了我当初的梦想 所以我觉得在职业的这个部分 其实我觉得目前台湾的教育体制之下 其实是有在重视这一块的 我自己本身也蛮想分享自己在美国动物医院实习的时候 在那边跟那些的学生交流的情况 只要是能够念到受益系的学生 他们跟我讲的是他们的课业压力 从小到大都是非常非常的重 他们一路以来也都是一直在看在校成绩 美国人念书也很辛苦 对 是也是一直有在看GPA 甚至是到后来他们就是要申请未来的进阶的工作 比如说住院医师或是实习医师 就是你要在医院的体制底下往上升的时候 其实GPA也是一个考量之一 我是举怒的原因是因为我想要就是反对这一张图片 你是根本反这张图啊 对对对 你是根本都一样啊 美国也很累啦 对啊对啊 不要太羡慕美国人他们也很辛苦 你的意思是这样 是是是 好 了解了解 好 刚一半一半的是 也是我们现在是杨教授 光磊哥 我有两个孩子 他们有一部分时间在台湾念了小学 我女儿甚至念完初中 后来到美国去念高中 那我我儿子是从小学三年级回去 两相比较之下 这张图在某种程度上 他们所经历的 算是代表这上面的一些差异 不过我要讲一下美国的教育 其实跟区域很有关系 像我儿子念的高中就是在Stanford旁边 那他们在高中的这个整个过程 我看到一个截然不同的高中 跟我过去的高中念书 然后我现在所经历的高中 是很不一样的 他让孩子自己可以选择 比如说他数学可以选最难的 物理可以选最简单的 他不要说因为我是理工科 我所有的都跟大家一样 他是可以自己去Customize 这个就跟台湾差很多 台湾的学生是没有办法选择 大部分是服从 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核心的这个东西 他从小训练孩子要独立 自己做决定 当然我也知道很多华人 很多的学校 像有个地方叫Cupertino 我就很明显的感觉到 一旦有华人或者亚洲人多的事情 孩子就会受限 这个东西跟在哪里 而是他的整个的家庭文化是有关系的 就是培养独立 刚刚孟凯讲到独立这件事情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在这背后 它两个最大的差别是从独立心来看 主要是这个区域差很多 最重要是有没有办法让孩子可以 独立思考决定一些事情 这是我们最年轻的教授 其实我非常同意杨老师讲的 因为其实感觉是文化上有很大的差异 就是美国跟台湾 台湾大部分在比如说在升大学 其实都是用考试的成绩来决定 要去哪个大学 虽然现在我们的教育体制是有渐渐希望能够转型 可以让他们可以用比较丰富的方式 真的先探索了你是不是适合这个系所之后 然后再去申请 但是因为长久以来 大家就已经有一个排名在那边了 所以父母也会努力让孩子去追逐最好的排名 所以孩子可能自己也没有时间探索 或者是爸妈就会辅助孩子 帮助他探索 希望他能够走向他希望走的那条路 但不是孩子自己去走的 但是美国教育算是从小就比较独立 让孩子从小就开始思考说 我到底喜欢哪一个方向 那像之前我有一个朋友 他就有讲过说 像他在公司工作 然后他们公司就有的时候会有 小孩子就是幼稚园 或者是小学生来参访 对 那个活动就只是让他知道 爸爸妈妈在做什么 每一个父母可能有不同的产业 所以他就借由这个校外教学 就让小朋友在很小的时候 就知道不同产业的工作 大概长什么样子 这是美国的 台湾很少办这种活动 小孩来参观父母亲在干嘛的 都不知道 对 所以台湾的小孩其实就是 常常就是不知道父母在干嘛 很多台湾的学生小时候就会觉得 我希望未来可以当老师 因为你看过的工作只有老师 你也不知道其他的工作 实际上在干嘛 只有老师是真的每天都有在接触的工作 所以他们有环境探索 对 所以他可能在从小的时候 看过比较多样的产业 然后比较会有自己的想法 那台湾这一块就是比较缺乏 虽然我觉得政府其实是有在 改善这个教育体制 希望能够比较接近欧美一点 可以让大家去探索的时间往前移 不要好像是 你已经进了这个系 然后你才发现 我其实不喜欢这个科系 我也来看 其实孟凯歌的经理 蛮特别的 我们刚刚讲的这两种不同的方式 但是你是第三种 你是1998年从美国回到台湾 然后你想创造一个 适合孩子学习的环境 我想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 都像望子诚 望女成风 都想怎么样的教育方式最好 你选的这条路是自学 在家里自己教小孩的意思 自学 这个照片是我儿子 在他的Facebook 回台湾的时候 老大Steven是准备生小五 老二Alex准备生小三 那回台湾的时候呢 其实我现在还是讲一个小故事 我1983年去美国念书 然后1984年奥运在洛杉矶 然后我就听说很多家中的老中 老中就是台湾的父母 然后的小孩 全部分裂而且吵架 不讲话 为什么 那一年的中国跟美国的排球比赛 就是中国女排跟美国女排 父母支持谁 中国队 台湾来的 美国出生的小孩 全部支持美国队 然后小孩就对父母非常反感 你们赚美国人的钱 我们是大熔炉 你居然 很恐怖 那个真的是家庭分裂的很恐怖 而且那次又很惨 在初赛美国赢 预赛中国赢 那个家庭就是 闹腾得很厉害 闹翻了 这代表的是什么 其实从东方过来的 那一种家族的感觉 血缘的感觉 集体的感觉 是非常深的 可是从西方长大的小孩 他们这种认同感 其实是完全不同的 那我的两个小孩 都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 其实很奇怪 在那边长大的小孩 他们对于价值观 是完全不一样的 回到台湾 知己知彼 知己是我知道 这两个小孩 我两个小孩 是怎么长大的 知彼呢 我知道台湾的教育 因为我是那个教育出生的 所以你知道他们可能 不适应台湾的教育环境 倒也应该说 孙子兵法说知己知彼 白战不殆 我要的是 不要输的风险 因为进入这个正常的体系 我没有想要说 我没有想要说 在家自学是一个好的 会赢的教育 可是我觉得那时候 我选择在家自学 是一个不会输的教育 因为适合他们俩 适合他们俩 你担心他们去台湾的 这些小学继续念 会发生什么问题吗 那个故事有点多 因为他们前一年 我有让他们回来试读 那我就发现 台湾的小孩子太聪明了 比如说 他们两个进入台湾的小学 其实是偷偷的试读 偷偷的试读 那试读了一个月 他们两个很适应 玩得很开心 跟小朋友玩得 我这个父母都快疯掉了 为什么 比如说举个例子 学校禁止孩子 下雨天玩去玩水 然后他们班上的小孩 就故意带我们两个小孩子 到训导处前面玩水 因为他知道这两个比较过来 有特权 我想说如果训导主任 训导主任来看到 啪啪假设 巴掌打下去会怎样 你知道吗 台湾的小孩之后 这有特权的小孩 我要玩水 我就要拉台湾一起玩 然后他们就说 好奇怪 学校不是不准玩水吗 为什么有同学来找我们玩水 我这个父母在瑞梯 都怕就怕死了 所以 好 这种事 我想经过这个体制 我很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当然 你怕他们误入丛林小白族 会 小朋友都会这样子闹着玩 对 可是 真的那是小排兔 他们完全不知道 那些其他 其他小孩有没有恶意 不见得 他们只想要保护他自己 所以他们在自学过程里面 开始寻找到自己的梦想 也培养出自己的兴趣 你觉得自学之后 他们有什么样的改变 我觉得自学 有点像刚刚光磊在提的 他们如果喜欢数学 可以连续三天三夜都做数学 如果他喜欢画画 他可以一个礼拜都画画 他可以完全不懂 没有兴趣的 可以完全不管 那当然我那时候 我那时候是跟一个美国的 美国有这种 Homeschool的association 那我跟他们 等于是 consult他们整套的教材 那我们就依照那个教材 自己定进度 那我们每个礼拜 就帮他们看一看 那所以我觉得 在家自学最大好处是 你给一个宽松的土壤 然后他们看自己 要长成什么样子 想长成橘子的就长成橘子 想长成木瓜的 听说他们都不看电视 他们完全不看电视 因为画画太好玩了 因为电视太不好玩了 没意思 那是别人的事 那我自己 我自己做电视好不好 举例 他们会自己设计game 自己 因为就是完全做自己热爱的事 所以没时间看电视 那老二听说变成职业舞者 对 这是老二 那他其实是国一进入体制外的学校 那进入体制外的学校 那国一才开始接触舞蹈 然后到了国三 他就开始思考 他希望成为一个职业舞者 那当然男生还好 因为台湾男生很少跳舞 所以还是考得进国立的舞蹈系 但是他很清楚活不起来 那但是他也没有去想说 那个年纪 不会去想未来怎么去生存 他们学校是一个体制外的学校 有个规定 只要六个学生想要上一门课 学校就有这个义务要开课 他说我要学咖啡烘焙 我要开咖啡厅 我要烘焙 所以学校就帮他们弄一套咖啡的空间 然后烘焙的空间 然后他就开始泡咖啡做生意 卖给他的同学 所以他从国三高一高二 就开始经营那个咖啡店 然后也面临过黑字倒闭的风险 因为同学都赖脏 那同学赖脏的时候怎么办 他来问我 我就开始这样帮他想办法 应收账款收不回来 怎么办 还可以开始学应收账款 因为男生都是那些臭男生在赖账 我就说他们有没有喜欢的女生 你跟这女生好不好 那很好 找女生去收 催款是就变他们喜欢的女生 而且还要预收 不然你欠女生的请还是要还 我的意思是说他们从小到大 这一招很好 那马上咖啡厅的营收就爆增了 对 而且还有预收款 我觉得在家自学跟在这个体制外的时候 他们依照他们想要长成了什么样子 所以当他开始跳舞的时候 他现在 他现在已经没有泡咖啡了 因为泡咖啡跟跳舞的时间很容易冲突 他现在最主要赚钱的是写网页 做设计 因为这本来他的兴趣 还有翻译 跳舞其实是他的热爱 但是钱不多 所以你会赞成自学就对了 我不推荐自学 有两个 因为第一个自学有一个条件是 我是这个体制内的winner 然后没有人会干涉我 他们以为我知道怎么教育小孩 其实我只要不输而已 我没有说在家自学会赢 第一个我有条件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是因为 你有时间陪伴他们 没有 但是因为Steven和Alex 他们超级独立 已经超级长出自己要的样子了 不然的话 一般台湾的孩子在家自学 真的是会废到 你会疯 废到父母会疯掉 因为前面是在美国受这个教育 你觉得他们已经有一定的养分在了 可以继续独立思考 独立的探索下去 我们在家自学 我父母也没有干涉 我的朋友也没有干涉 因为想说我是台大电机系 又是博士 应该知道我在干嘛 我没有 我只知道我不要输就好了 OK 好 谢谢孟凯哥 其实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 大家常说 是不是这个学历无用论 我做的事情 到底是不是我内心中 想要真正做的事情 在法国 现在也出现一个革命性的 一个教育制度 这个体系也蛮特别的 听说每年八万人来申请 录取率其低无比 比哈佛还低 录取人数只有九百人 八万人九百录取 百分之四十的人 是没有高中文凭的 所以他跟传统的 整个学历的制度 是差很多的 他到底是怎么样来找这些学生 我们请立方一起来看 这个学校非常有趣 叫School 42 是2013年是法国富豪一个 叫Neil的 他去创办的 这个他当时其实是法国第七名的富豪 是很有钱的 他那时候在巴黎创办的时候 基本上你完全 他是不看你任何的学历的 只要你提出申请就可以来 他的录取率多少 不好意思 只有1.1% 8万人申请平均只有录取900个 而且他入学他是先怎么样 先打怪 线上游戏两个小时 然后你要不断地闯关 先来去打怪 这个学校非常有趣 因为他进去就每个人一台电脑 而且他是365天 一个礼拜七天 他没有所谓的上学放学 你随时要来都可以 24小时 24小时 七天都可以上课 对 但是没有老师没有课本 对提供各种的 这完全颠覆大家对学校的概念 对 基本上他就是提供很好的一个 科技的一些相关的软体 线上的这些相关的教材 只要你有兴趣 你就可以不断地去 不断地去 往上进阶进神 OK好 其实蛮有趣的 这个创办人 他其实自己本来也是 这个正规体系的一个逃兵 所以他想说要怎么样来 创新打破这个革命 这个Score42 也有特别提到说 这是好像是一个科幻小说里面 取名的这个原因 没错 这个好像这个作者是问 一个超级电脑说 宇宙终极答案是什么 他回答说就是42 所以他可能就有这个体制在找答案 那也听说要进来 念这个学校的同学 资格考蛮特别 有一个游泳池的魔鬼测验 光来客 什么叫游泳池的魔鬼测验 我自己去参观的地方 是在矽谷的叫Fremont 它是一个很大的地方 另外在法国也有 对 他对法国矽谷都有分校 对 我主要去矽谷 总校在这里 矽谷是分校 对 矽谷是一个分校 所以我去分校的时候 正好那个时候 本来是想要引进 这个Score42到台湾 那我跟他们的人谈了很久 也去参观 然后正好那一次 印象引进 正好那一次很有趣 见到了四五个台湾人 我们参观完以后 就找这些台湾人 坐下来一起聊天 聊聊 你们为什么要来 因为那个大概是 他们的暑假时间 有其中三四个是学生 大学生 然后到School42上课 另外一个是工作 Quit job要转职的这些人 那一次他们就跟我讲 他事实上 他们都去参加所谓的 三个月的游泳池课程 游泳池课程概念就是 他就像你 你要学游泳 把丢到游泳池里面 你这三个月游吧 看你可不可以游出什么名堂 所以他为什么在法文 他用一个游泳池这个字 透过那个三个月的时间 来测试 你是不是真正可以 适应这样的学习 对 那三个月考什么 他没有考试 他基本上不是考试 这个三个月呢 刚刚讲打怪 他基本上就是一个课程 你可以从 我印象里面好像从四个入口 就像玩游戏一样 他从四个入口 看你喜欢哪一个入口进去 一直走 一关一关的 把一关一关解决掉 等于也都在电脑完成 完全是在电脑 每次来的时候就开始打电脑 看今天任务是什么 他这里面有三个层次 很重要 就是他基本上要测试 你有没有办法自学 有没有办法共学 有没有办法 这个做所谓的专题学习 OK 还有很多所谓的跨领域学习 都在那里 这三个月你就要完成一些事情 他有一个基本门槛 就像考 有点像考试 你考到60分 你就过 他说你过或不过 我刚刚讲台湾 那个时候 我见到那几个人 我后来再重新再去访问他 再问他们 大概只有一个人过 只有一个人 其他的 所有的大学生 都没有办法度过这一关 友达的这个工程师 基本上是 这里面唯一过游泳池的 唯一过那是友达工程师 他基本上就是 create他的 job 叫做破釜沉舟 为什么友达工作 在台湾也会觉得蛮不错的 面板现在很夯 这跟夯不夯没关系 大部分 其实台湾的工程师 至少超过一半 我也保守一点 人家都很痛恨他的工作 我想至少一半 但是不管任何一个公司 任何一个行业 都会面临这个问题 当初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 去访问的矽谷 有三所学校 OK School 42只是其中一所 另外两所 School 42是在南湾 Fremont 另外两家 在旧金山的Downtown附近 一个叫Hoberton 一个叫Make School 他们三家都是有类似的这种教法 但是他的 都是体制外学校 都是体制外学校 School 42是一个完全没有老师 甚至没有助教的学校 OK Hoberton呢 有很少的 几乎也是没有老师 但是有助教 Make School 大概有一半的老师 一半的助教 所以这三所学校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 其实最接近体制学校的是Make School 因为他的Founder 事实上是他妈妈是 这个Apple创办的CFO 他在MIT念书念到一半 就觉得MIT的软体教育很烂 所以他就决定出来 自己创一所Make School 做这个东西 效果最好的是42吗 各有特色 OK 各有特色 School 42是完全免费 另外两所学校是要交钱的 可是他交钱的方式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商业模式 你在念书的时候是不用交钱的 你拿到工作 找到工作的那一天 你的年薪 有大概18到20% 就交给School 42 蛮好的 所以从MIT的角度来讲 学校跟学生 是完全同一个目标 大家是生命共同体 来做这样的一个教育 所以你可以想象 这个学校多么希望 他的学生最好赚到 100万年薪 因为100万年薪 他就可以赚很多 所以这样子的一种商业模式 是一个其实很有意思的商业模式 学校很信任学生 相信在我这边念完的学生 一定很有本事 这个年薪会很高 抽个20%就很棒了 我们先进广告 到底要做什么样的人生抉择 才不会后悔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